想要在娱乐圈出人头地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想要在娱乐圈全身而退更是一件难事 有的人前一秒还大红大紫万人瞩目 后一秒就因为不当言行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翻身更是成为了无望 靠着粉丝赚钱的他们离开屏幕后就相当于离开了金主 那么失去赚快钱生活的他们 如今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这里是闲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被封杀的艺人 2009年年仅18岁的郑爽出演了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 这部剧在播出之后创下了收视记录 也让饰演女一号的郑爽一炮而红 两年后她又在电影画壁中饰演了一位小仙女牡丹 通常暗恋男主的女二会被当作狐狸精新金女 但是郑爽饰演的牡丹却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凭借这个角色她更是入围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新人演员 古装扮相受到认可的郑爽 又接连出演了黄图腾 武则天秘史 太平公主秘史等 清纯可人的扮相让郑爽从此拥有了小仙女之称 然而在2013年的时候 郑爽却在古剑奇谈的发布会上公开承认了整容 自此她开始放飞自我开启了小疯子的模式 在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中 她和许晴等人的爱流涌动 让这档旅游节目成为了一个修罗场 更成为了杨阳多年不敢参加综艺的噩梦 而在《这就是铁甲》中 她对着评委疯狂输出的一幕 更是让不少网友怀疑她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但即便有着如此之多的争议 郑爽依旧凭借着超高的人气成为了90后小花之手 只是没想到郑爽竟然疯地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2021年年初 郑爽的前男友张恒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两个小孩的照片 并公开了孩子在美国的出生证明 母亲那一栏赫然写着郑爽的名字 随后张恒的朋友曝光了郑爽代孕抛弃的录音内容 一时间关于郑爽代孕并抛弃的新闻开始不断发酵 官媒也发表文章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郑爽就此遭到了广电总局的封杀 本以为郑爽一事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但就在几个月后 郑爽因为张恒的举报被查出了阴阳合同和偷漏税的罪行 他再一次受到了官方的亲切点名 据说郑爽为了缴纳罚款和赔偿违约金 便卖了名下诸多的豪宅 但是郑爽的父母名下仍然挂靠着不少的品牌 所以他的生活并不会非常拮据 既然说到了郑爽的阴阳合同 那就不得不提一提他的大前辈范冰冰了 1998年范冰冰凭借着环珠格格中的金锁一绝 展露头角 但因为不甘心在琼瑶面前一直做冷板凳 所以范冰冰向琼瑶提出了解约 结果遭到琼瑶的痛骂 只能永远做个丫鬟 为了摆脱丫鬟的头衔 范冰冰先后拍摄了青春出动 乱世飘平 少年包青天2等剧 而后他更是凭借着电影手机 拿下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在和华裔的合约到期之后 范冰冰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明星个人工作室 开启了自己红毯女王的新路线 在2010年的嘎那红毯上 范冰冰以一袭龙袍 成功夺走了全场的目光 之后每一年的嘎那红毯 无论是仙鹤装 中国词还是花仙子 范冰冰的美貌和造型总能惊艳中外 而他的一句 我不嫁豪门 我就是豪门的霸气宣言 更是让他成为了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 只可惜花五百日红 2018年冯小刚刘振云因筹拍首接二 惹怒了崔永元 随后崔永元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女主角范冰冰 揭露了圈内的阴阳合同 即便范冰冰痛哭流涕 请求崔永元放自己一马 但他最终还是因为偷漏税被罚8.84亿元 事业惊毁 不过在变卖豪宅缴轻罚款之后 范冰冰有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付出 他不断做慈善 拿下了国外多个时尚杂志的封面 甚至还自降身价皆微商代言 只是每一次到最后都功败垂成 幸运的是范冰冰的电商事业算得上非常成功 他成立了自己的美妆品牌 在线上进行售卖 成交金额十分可观 他也因此被网友称赞为山东女企业家 同样陷入污点困境的还有李小璐 曾经的李小璐凭借着天狱成为了 鸡马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后 这个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而后他拍摄的都是天使惹的货 奋斗八大豪侠等作品 让他的视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事业有成的李小璐在感情中 更是遇到了一个满眼都是他的男人 婚后贾乃亮将李小璐宠成了小公主 两个人也因为可爱的女儿甜心 成为了圈内的模范夫妻 只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却因为做头发而幻灭 2017年底欺骗贾乃亮去做头发的李小璐 被拍到夜宿PG-1家 就这样李小璐出轨一事被曝光 两年后网上又一次传出了李小璐和PG-1 在酒店的亲密视频 面对着如山的铁证 头冒绿光的贾乃亮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 而他们的女儿甜心的抚养权则是交给了李小璐 在出轨门事件曝光之后 李小璐清纯女星好妻子的人设彻底崩塌 于是她干脆就在网上做起了网红 加入了直播大军 她的直播首秀就卖了4700多万 除此之外李小璐还创立了一个潮牌 并且自己当模特 和李小璐一样出生便在罗马 却自毁虔诚的还有张国立的儿子张默 2003年张默因为对女友童谣动手 而登上了社会新闻的头条 随后身为父亲的张国立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替自己的儿子向大众和童谣道歉 但正是因为世事都有父亲兜底 所以张默的行为愈发乖张 2012年张默因吸食违禁品被警方抓获 而后张国立发出声明向媒体致歉 并恳求大众能够再给张默一个机会 但没想到犯了一次错的张默并没有就此悔改 两年后她又一次因为同样的罪名被警方逮捕 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犯法律 即使张国立有心挽救张默的演艺事业也无济于事 不过可怜天下父母心张国立为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成立了影视公司 而张默则是在公司中担任股东和高管 做着影视后期的幕后工作 同样坑爹的还有成龙的儿子房祖明 只是和张默不一样的事房祖明的铁窗类可是有人陪着一起演唱的 2014年就在张默被爆出第二次违法的后20天 房祖明和他的好兄弟柯振东就因为吸食违禁品在北京被抓获 随后身为禁烟大使的成龙便出面替房祖明道歉 要知道就在事发不久前 成龙还曾喊话柯振东不要带坏自己的儿子 但谁能想到在警方的通报中 房祖明违法的时间已经长达8年之久 事发之后房祖明和柯振东二人都遭到了封杀 柯振东在即将上映的电影《小时代》中的镜头 被剪到只剩下一个背影 在被释放之后 柯振东也曾积极地拍摄电影准备复出 可惜大众对于违反艺人林荣忍的态度 让他的复出之路遥遥无期 目前柯振东在家帮父亲工作 很有可能会接受家里的事务 而房祖明则是背靠成龙这座大山 和张默一样开始参与父亲的影视公司的幕后工作 去年由房祖明指导的电影 在经历了导演坏人之后成功上映 其实无论是张默还是房祖明 两位少爷的背景如此强大 根本不需要为生气发愁 近年来娱乐圈涌现了许多书圈顶流 比如余和伟 张嘉义 刘亦军等等 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如果当年吴秀波没有出事 书圈顶流一定有他的一席之地 从黎明之前到北京遇上西雅图 吴秀波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和儒雅的大叔形象 一跃成为了国民大叔 但谁也没有想到好男人好丈夫只是吴秀波营造的假象 2018年一个名叫陈玉琳的女演员发文称 自己和吴秀波相恋七年 此事一出 舆论瞬间一片哗然 在陈玉琳的重锤之下 大家本以为会等到吴秀波的道歉声明 结果吴秀波却设计将陈玉琳骗回了国内 并且以曝光隐私勒索钱财的罪名将陈玉琳送进了监狱 围观群众不曾想到曾经的大叔男神变成渣男也就算了 竟然还心狠手辣的将自己的情人送进了监狱 看到网友纷纷戏称 挑情人也要挑好对象啊 而吴秀波的事业也因此事全面停滞 不过在出事之前 吴秀波曾投资了12家公司 早已经是身价过亿的富翁了 要说在所有被封杀的明星中 谁是最冤枉的那一定是黄海波 2014年黄海波因为找乐子被收容教养之后 他的演艺生涯就彻底跌落了谷底 一度落魄到靠父亲的退休金 靠妻子拍戏赚钱养家 期间黄海波还曾几次试图复出拍摄影视剧 但是镜头都遭到了删减 演见付出无望的黄海波 便彻底退出了娱乐圈 和自己的几个朋友开启了一家表演培训班 向年轻人传授自己表演的经验 据说黄海波的这个班级人气非常火爆 甚至在一考生之间还有小北店的美名 而黄海波这个老师也当得非常称职 毕竟黄海波曾经也是白玉兰的师弟 演技方面自然是不用多说的 虽然开表演班赚到的学费 并没有当演员的时候赚得多 但是也足够黄海波日常的生活开销了 劣迹艺人虽然因为不当的言行 遭到了封杀 失去了头顶上的光环 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他们总能在生活中找到各种各样的出路 虽然和光环下相比落魄了许多 但也不至于到心酸的地步 那么不知道最近翻车的邓轮会选择哪一条路呢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